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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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看两个情况呢 第一就是米图都是一些的生经纪的企业 所以他在公告亚解释了就是为他们未来中区的 拿过区块链的板块做一个准备的工作 第一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们跟他们的本业 在有些的他们因为米图都是一个庞大的任务困的嘛 对 这是他们主要的钥匙 还有他们也有不同的应用的工具 还有一些的内在的港口 如何跟那个区块链 一些的区币做一些的对接的工作 还有一些什么的机缘可以有一个区币的 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地方 所以消息公布之后这个消息主要是在投资方面 但是如何在那个投资的情况 慢慢经过一个了解一个情况之后 把那个区块链的业务 跟他们现在的业务可以连在一起 我相信这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们看到其实像其他公司比如腾讯 他也是投资了像新经济的一些方向 那对比于他您认为他有没有个对比性 以及您觉得比如说像他的营收方面 业绩表现会怎么样呢 如果以现在的这段来说 就是我们从中期来看 就是米图的三半年的亏损 大约就是1595万元人民币 其实已经有一个蛮大的收局了 一定有一个蛮大的改善的情况 但是因为现在凯苗如果全年的预计公布出来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义务应该慢慢的改善 一个好转的情况 所以一般的时候都相信 开始一个预期公司可能都是一个亏的情况 所以一些的网友 一些的投资者就是当现在这个阶段 为什么投一些的 比较高风险的 对比较高风险的情况就是有个担心 这是跟腾心有一些的不同 因为腾心也投了不少的新经济的商务 但是一般来说就是因为腾心 现在他们的P&L已经是一个盈利的 所以这是基本上有些的区别 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都是看好的一些的 深经济的板块 所以本纪上米图的决定 我是蛮值得见面的 主要就是看未来他们跟原本的业务 有一个一个仅客 看他是否能真正利用好他所投的方向 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对他的一个盈利 对他有一个 这些的齐同的作用 对 那么最后我们从操作方面来看 对于这只股票 您认为比如说短期也好还是中期也好 您认为是否对于投资者 对他们是有个建议的买入或者怎样 对 从米图的股价来看 短期来说 就是他们的短期 现在的股价都是一个比较 不是一个抽买 反而就是一个比较更加上限的情况 因为我们看他们的CC10 RSI其实都是40%左右 所以但是我觉得 因为公司在3月25号 有个公布一季的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投资者如果对这个股票有兴趣的 反而多等几天 看一看到时候的业绩 对主要就是看公司的业绩 看要就是更了解公司在未来的业务 有一个更大的确定性 才确定一个投资 毕竟我觉得甚至是股的 头的都是一个蛮中期的 对特别在现在的公股的气氛 比较波幅不顶的 所以你必须对你自己投的股票 有个清楚的了解 就是说投资的话 我们不要说是跟风来买入 还是对它整个公司 有个深入的了解 以及之后它业绩出来以后 有个对它的更完善的了解 然后我们再来确定是否是对它买入 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盈盈今天带来的深刻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看 现在也是为您带来的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